说六月雪不值钱 你让送他五个字 一派胡言 也不能怪别人这么说 市面上的六月雪 基本都是筷子处的钱财苗 像这个大小的六月雪 很多人都没见过 三年前有机会看到 花了我一个月的莲花钱才买下的 当时还只是一个树桩 三年过去 枝条出度还不到一公分 六月雪长得太慢 不能乱捡 如果长长就减掉 就算养上十年 也不可能长出半公分 要养过度 需要的枝条 就让它疯狂的长长 六月雪的生长很野蛮 会给人一种不是树 是草的感觉 就算是成品喷茎 半年不修剪 就会变成一种杂草 会显得很廉价 如果不修剪过密的枝条 拆铝线都很困难 一般人不敢中六月雪 不单单是疯长的职业 需要定期修剪 最重要的是花期太长 所以摘花摘果必须勤快 成品六月雪为什么那么少 有人说因为长得太慢 还容易把人送走 还有人说长得慢就剪云片呀 剪云片也是需要基础的 这一颗剪了十几年 才有这点样子 想达到真正的成熟风景 至少还需要再剪三年 需要勤快修剪的六月雪 你喜欢吗 点个赞 我是李湘璐 我们明天再见